那首先税务 税务在美国是最常见的 不管是个人税务还是公司税务 几乎所有人都会涉及到 Taxation这个东西 Taxation个人报税还有公司报税 主要从事的是报税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基本上报税的这样子的position 有这个Tax Accounting 主要Tax Accounting 它的position一般就是去 Public Accounting Firm 就是去我们所谓的会计事务所 在美国会计事务所呢 其实它也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的 有一些是普通的报税的Tax Preparer 只是说简单的报税的系统 那有一种是Public Accounting Firm 那这些是要受这个IIS监管的 这个是稍微来说 应该是更严谨一些的 这样子的Public Accounting Firm 这是比较常见的 那一般来说 我们上EA的同学 很多就是毕业之后 就会去做税务相关的工作 就属于这一块的 一般都是先去Public Accounting Firm 或者说普通的Accounting Firm 就是说去做报税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报税的工作可以包括做个人税 可以做公司税 公司税可以包括Corporation 也可以包括Partnership 包括我们的S Corporation 包括我们的Trust 也可以做国际税务等等 所以这也是在我们华人这一块 或者说在Immigration这一块 非常的Popular的一块 但是在整个美国的行业里面 其实税务并不是最多的 是General Accounting是最多的 但是在我们Immigrant的里面 在华人里面 或者说在整个移民的这样子群体里面 税务其实都是一块最major的一块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很多人从事International Taxation 它是有很多benefit的 像我们华人如果从事国际税务 那在中国税务跟美国税务之间的各种的 互惠条例等等 是有非常多的机会的 就是说不仅是工资待遇上的机会 也会有自己开这种咨询公司的机会 都会比普通单纯的美国人会多非常的多 因为你有相当于信息差 你会有中国的信息差 美国的信息差 都是别的族裔 或者说全美国人这样子是没有的资源 所以说在这一块其实非常好 也是现在比较在风口上的一块 作为叫做International Tax Planning 或者说International Tax Tax Law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块 那普通的就说 像我们的正常的我们EA的同学 毕业出来 就是从事我们的Tax Accounting这一块 就是税务相关的做报税的 那当做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就可以做他的Tax Planning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块的内容 那正常的情况下 作为Tax Accounting 就是从我们的Junior Tax Accounting开始 然后到Staff到Senior 然后最后做到Manager 那同学做得更好的 有一些可以做到这个Firm的Partner 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级别了 那也有我们一些EA的同学 就是做了几年 自己有经验之后 他就开始自己开这样子的会计事务所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因为作为Immigrant 是有非常多的信息差 可以做一个benefit的 所以很多人对税务可能移民的根本不了解 所以说在相对来说 对于本土的美国人来说 作为Immigrant 做税务这块是非常大的优势的 所以很多同学最后 其实是自己去开事务所的 他去开事务所 那去开事务所的条件呢 基本上就是你是一名EA 或者CPA 你都是可以开自己的事务所的 是比较common的 那也有一些是Tax Attorney 他自己做律师跟税务相关结合的 他也会开自己的事务所去做 做两个相关的 税务这块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也有一些同学在考完EA之后 后来又回去law school 去把他以前上法律没有上完的那一部分 把他捡起来去学了 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学Taxation呢 之后呢 他其实也有很多别的方向可以改 就是说不一定一直管自己做到这个firm 可能你每个人就是对一个职业都会有一阵代气 可能做几年就不想做这一行的 做Taxation也有非常多可以转行的机会的 就是说你可以转去做Auditor 我有一些以前的同学 他也是在Public Counting firm做非常多年 之后就转去政府里面去做这个Auditing 去做审计 那他就是审我们File上去的 就是我们前面以前工作人File出去的这些税表 然后呢会审他里面详细的项目 这是都是一个转型的方向 是非常多人走这条路的 去转到政府内部里面去做 还有一些去转去做Financial Accounting的 就是做金融会计 那金融会计其实就是我走的这条路 我自己本身其实一开始 是从这个做Taxation开始的 那我做了几年之后呢 我就转去了做Financial Accounting 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可能也是大家以后同学在考虑的时候 会考虑到的一个就是时间 Taxation呢因为有非常大的Seasonal的 这样子的一个 我个人是觉得不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也有人是喜欢这种Seasonal的 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 就是有一段时间非常满 税季的时候非常满 每年的一月到四月 可能还会有七月到十月之间也会很满 所以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所以我在Taxation的时候 我就转出来去做Financial Accounting的 好就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 我这个有几个问题啊 我想趁你刚才讲Taxation的时候 马上问一下啊 嗯好嘞 刚才那个讲Taxation的时候啊 你提到了就是 市大 市大的话呢 但对很多我们的一些同学来说 或者新来美国的一些会计人士来说的话呢 进市大应该是相当难进去的 那他们就是他们的选择对象是 一些企业啊 或者是他应该去什么样的企业 对他们来说去起步是会比较好一点 你说对你说去市大吗 还是说同学想要选择去某一些企业去工作吗 对对他们刚开始他们比如说 进市大可能 比较难进去 对市大来说其实 嗯美国来说市大他非常喜欢去 有点像国内的秋招 就是毕业季 他很喜欢去学校里面去收人 基本上他一般不太 不太收外面直接进来的 除非是内部推荐的 不然就是在 我们 在毕业之前就会被收走了 这是最简单进入市大的一个方式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你已经在市大了 想转到另外一家市大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属于 呃内部推荐的 你本身可能在别的事务所非常优秀 但是可能也要相对来说 比较靠前的这样子的事务所 然后有别人内推把你推进去的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呃进市大的方式 其他方式的话 只能说也有可能 但是几率来说 我个人觉得目前 呃我身边人来看都是比较低的 那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同学 想要进入这个税务的 testation这个行业呢 其实呃一般开始的公司 就是去我们的counting firm 啊就是会计事务所 这样子开始起步 呃大家会计事务所呢 大家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呃 特别是没有经验的时候 或者说自己background不是特别sham的时候 呃基本上有工作机会 都可以去尝试啊 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去非常大的公司 非常大的firm啊 我大概给大家意见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小的firm有它小的好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既然没有经验 他愿意教你做很多不同的section 就是说快呃 同样是taxation 他也分个人税公司 所以各个各个方面的 如果公司非常大的话 你去这个公司 你只可能好几年都是做同一个类型的税务 因为公司为了方便管理 他不大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价值 那你去做各个方面的给你去try 然后再给你trainning的 但是小的公司不一样 他虽然满 呃但是呢 因为他可能呃预算不够啊 budget不够 可能一个人要做比较多的东西 但是呢 你就有机会接触到各个类型的啊 taxation 各种税表啊 个人税啦 公司税啊 啊bookkeeping啊 这些都是有都会比较快的 能够快速的接触到 所以是对于一个初学者 呃或者说刚刚进入这个职场的同学来说 我其实是个人是更建议去小一点的会计事务所开始做起 那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你快速的了解整个税务的一个行业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那以后再慢慢的发展往大的里面去做 然后把税务做的更精细一些 更detail一些 然后就更厉害一些在这一块上 对 那就是在我美国的我知道美国的华人呃为老板的呃华裔美国人为老板的这些会计事务所那他们多不多 那这一批会计事务所是不是会特别就是喜欢招一些我们华人的想一些会计专业人士呢 呃如果你是生活在我们华呃就是在比如说我们纽约来说 纽约来说其实美国华人的事务所是非常非常多的 不管是华人的事务所还是说老外的事务所 只要不是就top ten的这种的 那其他呃这些呃不是这么大的这种分的啊 那很多就是这种工作机会其实是每年非常非常多的 呃他们呢prevert他们不一定想招 说实在他们不想招太优秀的 这样子的员工因为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非常优秀的员工他可能做了一段时间他可能就要走了 所以说他相当于他training了一年第二年就要重新training另外新的人 反而比如说像小的事务所 不管是我们华人的事务所还是美国人的稍微少一点的事务所 他都非常喜欢招一招特没有特别background非常strong的了 呃反而喜欢就是招就是空白的啊 那这些人比较稳定 然后呢他也愿意教 然后他也愿意啊学 他反而喜欢招这样子的呃这样子的candidate哈就叫候选人吧 呃这样子 我是个人是觉得我这么多年看下来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 他不大愿意招就是非常名校毕业的啊 你非常厉害的啊 他反而不是很看重这些 所以说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子一个对口 你可能自己第一份工作不一定像大家预想的呃这样子我一定要去死打这种啊 不一定的有很多很多机会在美国 或者说在我我自己可能对纽约更了解一些 我个人是觉得税务或者会计在美国特别纽约这一块是非常非常多机会的啊 是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不在于说最好啊 每个人都能找到他自己的这个位置是吧 有他的有他发展的这样的空间啊 对你刚才还提到了说这个taxation啊 就是像我们很多同学他们都是来考这个EA啊 考取EA然后呢成为一个tax professional 那你刚才提到了就是tax比较seasonal的是吧 那所以像我们很多考EA啊掌握成为tax professional的同学们 那他们将来就是说是就是说嗯 做完这个tax seasontax season一月份到四月份之后他们就会失业吗 还有一个哦不是的 还有一个对你这个对你先先这个问题我向你回答一下 呃我刚才说了seasonal哈 并不是说他工作是seasonal哈 而是说这个season他会工作非常的忙碌哈 但是呢美国税务来说他并不是短短的只是一到四月的 比如说像公司税啊他是一年每一个月都会有的 所以说只是说呃一到四月是属于个人税的时期 就是说在额外的就是你原来的工作性质上 他会额外多了一个个人税 所以说我们叫做tax season 所以这是一个最忙的季节 因为你本来就有呃正常的公司税啊 公司的bookkeeping还有员工税好 sales tax啊各种各样的美国的税你在处理当中 但是呢只是说在税季的时候你额外多了个人税 所以你相当于比较忙而已 但是呢过了税季当然肯定是不会少了这份工作 美国整个taxation是一年到头 一月到十二月不停在滚动的 没有哪一个月是停下来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没完全没有嗯特别大的关系 只是说税整的工作当然就像我说了 因为他额外多了个人税 他的工作机会会更多一些 啊会比其他的季节会更多一点 所以说taxation一般情况下 他的招聘的时间呃大的公司可能九月份就已经开始了 然后呢稍微小一点的一般在十一月左右就慢慢的去开始招人呃有的十月就开始 然后十一月开始 培训员工十一月十一二月开始培训员工然后一到四月就开始可以投入呃个人税 那一般情况下在呃一开始进入公司如果你仅仅只是接受呃接触到个人税的话 一般也是没有关系的这时候呢老板都是在看或者说你公司的manager都是在看你这个人也没有潜能把这个公这份工作做好 那做的好的基本上都会被留下来或者说你做的不错的啊一般都会被留下来 因为呢他去train一个人是花出代价是非常大的 就是说你train一个人做几个月你你是不希望他走的 所以而且taxation他的工作的流动性非常的大 所以说也给大家非常多的工作的机会就是这样子 因为很多人可能做taxation就两年三年他可能就觉得嗯可能比较忙我不想从事这个行业了我想跳到别的行业 那就会给新的很多来的呃这样子potential的candidate和更多的机会去加入这样子新的工作环境中 喜欢我们肯为的内容请点赞留言分享 并订阅开启小铃铛获取更多咨询比亚尼美国盟 及家里面剧场 就是在联系